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访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 加拿大温哥华基督教晋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雨健先生 请他谈谈近期对中国教会处境的观察 洪雨健博士说 自从2018年2月 中国政府当局开始实施宗教事务管理新条例以来 政府当局对各地的教会 无论是在三治的教会 还是独立的自主的家庭教会 他们普遍收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压 对于政府已经管理的三治教会 他们是进一步严控 因为三治教会算是合法的嘛 所以他们可有建堂的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教会的一个标志 就像一个国家的国徽 这个在基督徒信中是非常重要的 圣洁的我们信仰的一个外部的标志 而这个标志呢 首先就被中共当局所记恨 要坚决的把它拿掉 前两年呢 是在温州 差不多有1400多家教会的十字架 是被他们强行取走 三江大教堂是当时标志性的 三治教会里的一个 特别过去曾经用来宣扬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的 所谓的一个好的样板的教会 甚至被拆的片瓦不留 这个就是他们对三治教会管控的升级 现在呢 这个管控呢 是到了河南全省 据说一下子有4000多家教会受到了冲击 所有的十字架都被拿下 而且过去在温州 我们看到的强行取下 强拆十字架的行为是发生在教堂的屋顶上 或者是在外部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的河南的强拆 是冲进了教会的建筑屋里面 把讲坛背后的十字架要强行取下来 我们都看到外面里面的都要取下来 这种违宪的非法的无理的政府行径 做的是非常令人发指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河南信仰的光彩教会 被一群警方人不出示任何政见的情况下面 把他们的教会的十字架不但取下 把里面的家具书圣经圣诗本全部募收 而且现在又听到一条消息 当局把募收到的圣经和圣诗 全部放在火里烧毁 这件事情是在这个近代文明世界里面 那是骇人听闻的 过去这种事情只是在中国历史上 在义和团的全然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法无天的时代里发生 但是今天居然又发生在所谓改革开放 三十年后的今天 是非常可怕的 洪宇建牧师谈到近期愈演愈烈的 共产党文化抢行进入教堂的情况 因为三十教会的牧者是宗教学任命的 以致我们就看到很可怕的一幕 来阳地区 洛峰县城区教堂里面赫然看到一幅横幅挂着 新党化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的专题敬拜 和斯班领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社会主义好等个 就是说现在呢 他们就搞一种 要把国籍放在教会里 把党的领袖像放在教会里 要把党的一些刊物或者是教育资料 带到教会里 要政策进教会 他也把这个教会呢 完全变成共产党完全控制的机构 还有一个新港基督教会 斯班海主日献师 居然是主题是颂养习近平的中国梦 从这一点上面 他们已经撕开了 他们原来要像在海外所宣传的 中国现在的宗教政策如何好的这一面 现在呢已经不顾这个面子了 他们车裸裸的把对基督信仰的仇恨呢 完全表露不已 许多家庭教会受到冲击 现在河南省 魏京党牧师他们中华婚姻团期的 被抓起来贤身拘留 教会呢整个被捕毁 我们看到了这个教堂里被警方冲击以后 留下的一片狼藉 在四川成都王仪牧师所带领的 秋雨圣女教会表现了 绝对不像邪恶低头的坚强的意志 我们看到他们最近发表了一个 为基督信仰的声明 是牧者连数 最新消息 第四版已经有279位牧者连数了 他们这样的勇敢的发生抗争 也是表明了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本责 现在被教会的各种的打压 这个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的政教冲突 这些警方违背了人类的信仰和良心的自由 有关于普遍的法治原则 这使我感到整个中国政府当局 特别是习近平第二期的 继续当政以来的 很明目张胆的 要把中国社会拖向文革黑暗当中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指76年 文革结束以后 因着中共文革中的这样子的荒唐举动了 以后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 这个党他甚至为了自救 他也不得不来否定文革 甚至在党的全会上面 把文革定义为十年的浩劫 但是现在习近平当局要把他用各种方法试图来犯这个案 以至于在教科书上甚至要把十年文革 现在摆为正面的 说是精心的探数 红宇建牧师特别提醒注意文革造神运动的回潮 习近平布毛泽东后尘的历史大倒退 习近平当局在为文革制度翻的过程当中 造神运动又盛销成上了 习近平在中国现在不但要布毛泽东当时的个人崇拜后尘 而且他要把整个的改革开放进程继续的往后拉 过去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开放改革都是不彻底的 治标不资本的 但是现在所谓治标的治表的这方面 习近平也要把它拿掉 比如说过去改革开放当中提出的要党政分开 但是现在却来一个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所谓听党话就是听习近平的话 跟党走就是跟习近平走 所以在整个的个人崇拜造成运动 盛销成上的时候 敬拜真神的基督教会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这个是绝对成正比的 基督徒是绝对拒绝承认任何的人造的假神的 基督徒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领受的 在上帝的福音当中在基督里领受的良心的自由 这样子的福音是完全刺痛了当局的要一党夺大一党专政的 要把自己打扮成神的那种狂妄至高的心理 所以他一定要打扬 我们现在也有些教会里面的一些牧者 或者是一些基督徒看不清楚这场征战 总认为这些征战是只是暂时的误解啊 沟通不良啊 或者是等等因为少数基督徒不够在政府面前攻进而造成的 这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的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志气 按照中国自己政府里面出台的政策文件里面都说 基督徒在家里的敬拜呢 那是不需要登记的 政府用登记这个方法来管控基督教会 只要我们愿意往后退一步 事情就可以变得缓和 现在看来情况并不这样 在河南省就看到那些宗教学的或者说警方 他们冲到信徒的家中 把反映他们信仰的内容的春联都要把它扯下来 以马内利任何有宗教的标志都要从家里扯下来 说明就是在家里他们也不能容忍 是要特地的铲除几着教会 这是他们真正的本意 因为十字架宣告每个人都是罪人 上次所谓国家领导人下次平民且盖 没有哪一个人可以高聚在其他人自上宣告他所要教导人的真理 因为一切真理必须从神而来 这是基督徒的信念 这件事情是他们所做不了的 同时也在这个角度上 让这个世界上要把自己当作神的那个当作 他们的扯过行径更加清楚的暴露在诗人的面前 让诗人在这场征战当中来看错 谁是那黑暗势力的无法无天 这对中国的广大的民众也是一个教育和提醒 洪宇建牧师是一位文革亲历者 他说 我作为文革的过来人 作为一个老三界的上善下向的知青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得很清楚 第一就是我们看到人一般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的坚强的信念的引导 往往在暴震的淫威下面 人都要被迫的来附庸当决 所以我一点都不怀疑 哪怕就是文革经过了这三十多年以后 如果当局现在要继续把文革执行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在高压值下 在他的责政控制中国一切资源的情况下面 民众一般来说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这种荒唐现象 把什么光明热报 解放军报 人民热报 头表拿出来了 完全是一模一样 就是说我们过去说天暴一面 这种戒相来讲非常可怕的 而且因为中共现在在国际上面各种企图 被国际上面的人越来越support 习近平他也就放弃了过去 邓小平所谓的韬光义养晦的策略 一定要亮剑了 厉害了我的国 这样已经把中国带到了 跟世界的文明社会秩序的规则的一个 完完全全相对的地步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觉 中共以后在国际上会更加孤立 他可能就更加肃无忌惮 受到很多方面的抵制 包括在贸易方面规则上的抵制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进行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渗透 以及一带一路 把中国官场的腐败 勤贿自封 要迫使这些受院国来就范的 种种的手法 越来越被国际社会的群起抵制 如果不想要重新调整的话 他就只是把在外面 受到抵制以后的这种愤怒 移向了本国的百姓 在中国的预传当中 大家都知道 维稳的费用的支出 是大大高于军费的支出 民众就成为他的敌人了 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面 可能会更加的社区理智 采取了更加的没有底线的行为 让和尚也要唱红歌 这甚至是打破了过去和尚 他们本来说佛教 是应该不在五行中 是看破红尘的 因为他们已经是出家人了 但是现在没有哪一种宗教 可以置身于党的领导之外的 甚至让和尚一起 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如来佛的 这种荒唐的横幅挂在寺庙里面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当他们把所谓的国家领导人的像 挂在十字架的两边 那是荒唐无比的事情 有牧师就讲 你要知道十字架两边的都是强盗 这么说了以后 共产党可能有的人就要 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做了 到底是尊敬领导人 还不尊敬领导人 有的拿掉了 但是有的还要挂出来 不是过去说要创造和谐社会吗 本来基督徒都是一起成为 社会上最首发的最和平的公民 在这个腐败啊 利于熏心的社会当中 本来是一股清流 政府却用最大的力量去打击他们 文革到底如何会在中国这块 鼓壤里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要好好的想想 文革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造神 如果把人捧得最高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越是黑暗 人就越是痛苦 而且如果人要造神 如果我们全民 如果被这造神运动 所挟持也跟着一起来 呼唤那些口号的话 我们本身就在里面 也成为了上帝愤怒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造神运动当中 我们基督教会就在这里面临了真正的考验了 也让私人在这认识当中 彻底的杜绝人间的造神运动 回顾近代基督教受到逼迫的历史 洪宇建博士认为 当基督教受批判的时候 其实是中国老百姓日子最难过的时候 这是从来不可以分隔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百姓们应该认识到 今天逼迫信徒你认为这是不对的 你不是只是为他们争取信仰的权利 你也是为你自己争取你做人的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 当年飞机运动的时候 很多知识分子接着批判基督教 49年以后要搞什么三支爱国运动的时候 很多知识分子 他说基督教早就应该改了嘛 结果没想到 刚刚讲好不久 反右运动他自己挨整 教会就被整了 教会不可能为你讲话 很多共产党讲 他们就是右派嘛 彭德怀被整了 然后党内被整了 所以还是德国的那个牧师 马丁尼姆勒讲得好 当切特勒开始抓共产党员的时候 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我不必要为他们的人权讲话 抓公会工作者我不是 抓犹太人我不是 抓天主教徒我不是 最后抓到他的时候 没有人为他说话了 所以中国的广大的民众 应该把宗教的迫害 不要看成仅仅是对信徒的迫害 同样 我也希望中国的教会 不要自外于在专制下面 政治压迫同胞的苦难 不公益的事情常常出现 教会应该勇敢出来发生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敏 以下播送的是 就中国信仰自由和教会处境 防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美国民间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 傅希秋牧师 傅希秋牧师谈他近期对中国宗教自由和教会处境的观察 近期呢 整个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恶化的状况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文革以来的最恶化的水平上了 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来代表 第一个事件就是在中国部分的省份 开始强迫信教的公民 我们已经看到证据呢 起码是基督徒的公民 收到表格 要求他们在表格上签字 否认自己的信仰 这个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事件 因为在过去70年共产统治下的历史上呢 要信教的公民否认自己的信仰 只是在文革期间出现过 并且还没有普遍性的要求公民签字画押 现在呢 甚至当局都在这个逆经的表格里边 还特别的把这个信徒的所谓的从信到不信 这样一个里程呢 还给你上门设计出来 做出强迫性的误导 第二个事件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 在河南南洋唐河等地区呢 当国家的公权力人员呢 袭击教会 强迫把教会清空 把教会的圣经 十字架 还有赞美师通通搬到外边去公开的焚烧 回溯近现代历史 傅希秋博士说 这种焚烧圣经的行为呢 在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一次是发生在颐和团的时候 第二次呢 发生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 也有共产党背后的影子了 第三次当然是文革 这一次算是第四次 就是公开的烦烧圣经和赞美师 这样的事件呢 确实已经表明了当局 不仅仅只是像从前那种逼迫的方式 只是针对教会的领袖 针对家庭教会 作为一个特别的这个靶子 现在呢 升级到是对教会所有的信徒 不简单的 只是剥夺公民的实践 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现在呢 其实连宪法第36条所规定的 基本的信仰自由呢 都要剥夺 这有点呢 很明显的是法兰公化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知道法兰公呢 他们连基本的信仰的自由都没有 更谈不上实践他们信仰的自由 从1999年以来 受到了强迫性的 要诋毁自己的信仰 甚至呢 如果你不诋毁的话呢 就送到洗脑营里边去 进行洗脑 换句话说原来呢是限制你的行为 现在是要诛心 深入到这个心灵层 是 要对你的心灵进行控制 我们也看到这种方式呢 也已经延伸到 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 尤其是近一段时间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信徒 他们据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的估计 至少有一百万人 现在呢我们也刚刚收到一些比较确认的消息 很可能已经达到两百万人被送到了所谓的学习营里边 集中的洗脑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信仰 诋毁自己的信仰 这可以说已经真的是构成很明显的一种种族清洗罪了 我觉得已经符合国际法上呢 这个标准 我们也看到 甚至我们已经调查到非常确切的证据呢 在这些集中营里边 好多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都不堪忍受这种思想上肉体上的折磨而死亡 在西藏就共不明讲了 藏传佛教的信徒嘛 在过去的几年内呢 不堪忍受这种折磨呢 好多都选择了很令人震惑的自反的这种方式 并且全世界最大的藏传佛教的学验呢 如今却成了院长和里边的管理层全部都派成了有共产党员在里边担任 这些呢都非常清楚的说明 最近这一系列的在2018年2月1号生效的所谓的中共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以来呢 现在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这个实施阶段呢 已经导致中国进入了文革以来宗教迫害最严厉的时期 您怎么分析中国当局为什么和宗教信仰和基督教有这么大的对抗 我想从信仰或者他们的哲学上来讲的话呢 这四次大规模的逼迫呢 都是跟他们整体的意识形态要强行一律化 在伊和团时候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是跟希特勒时候的所谓的亚利安种族的优越性 民族的优越性 要消灭其他跟他不同的这些民族 所以这种排斥性呢 这种极端的狂妄的单一的独裁性的特征呢 让照共产党的标准都是一种邪教的特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共产的意识形态和伊和团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两样了 从他的性质上都是具有极其强的排他性 并且是唯我独尊 坚决的拒绝多元化的社会的存在 从基督徒的信仰上来看 我们都知道从创世纪上帝的创造 开始到后期的教会历史的发展 虽然中间也有出现过极端的教派 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试图强行用基督教的信仰 想统一社会 想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社会的其他的各个主权的领域 尤其是强加给政府这样一个社会的领域 导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悲剧 但是如果我们不堪不移的来阅读圣经 和对教会的历史的发展能够去分析的话 其实基督信仰 我冲它为应该是一个叫有原则的多元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宗教关系的这种哲学 那么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论点 就是怎样去实现为所有的不同信仰的 甚至没有信仰的 甚至无神论的 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边 怎样实现保护所有公民的宗教自由 这样一个话题 我刚才讲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呢 确实也出现过一种单元化的 也是唯我独尊的 试图把整个社会变成完全是由基督信仰来控制 并且是采取用国家强力的方式来进行控制的 这种我称它为非多元主义的基督教哲学 如果是按照那样的方式 很明显是无法保证所有公民的宗教自由 那么另外一种当然是近代自由主义兴起 尤其是从哈佛大学的一个旗舰的人物 就是张罗斯 约翰罗斯所代表的所谓政治自由主义 主要观点呢 他就认为如果要实现整个社会在多种信仰共存情况下 能够和谐的生存 他认为就要以政治的公益性作为一个社会的共识 来管理所有的社会的领域 如果你不认同他所界定的这个他叫公平级公益啊 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和谐社会啊 不可能实现必然导致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冲突 那么我在博士论文里边呢 用第一手的研究呢 特别把他这个观点做了一些批判性的分析 当然与这个传统的自由主义比较 那些排斥宗教信仰 尤其是对在公共领域里边的实践宗教信仰的这种限制 罗斯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呢 实际上是并没有禁止宗教信仰在公共领域里边去发挥 甚至以信仰为基点的对公民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 他都没有去非常大的限制 但是他的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就是在里边特别提到了一些所谓的 他叫基要的疯疯癫癫癫的 他称为非理性的 他说这些信仰的话呢 他明确的说对这些信仰在现在的公民社会啊 尤其是一个公平最正义的社会里边 是没办法让他们继续存在的 在他的这个解决方法里边呢 就提到了一个要围堵 限制这些基要派的信仰 从基督教的信仰来讲 我的研究呢 我提出了一个叫包容多元的社会 这个包容多元的社会是有原则的 在这个政教关系的框架里边 我是学习了荷兰的一个著名的改革中的神学家 他也是一个政治家 也是一个教育家 叫亚伯拉罕凯普尔 他呢就提出来一个叫有原则的多元 那么我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社会的处境里边 又有所发展 又融合了吸收了罗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优点 提出了这个包容多元主义 对中国实施的话 就能够实行真正的保护所有公民的宗教自由 身对中共日益恶化的宗教迫害的形式 我们看到从温州开始 强车几千个十字架到现在呢 已经有人做一些初步统计 说河南它算是基督教的大省 这个省已经在官方的所谓的三次教会 已经拆掉了至少四千个十字架 还有的人说已经到了六千 现在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为名义呢 要四进国歌进教堂 国旗进教堂 在教堂里边一定要唱诗班 先唱国歌 先唱革命歌曲 才能唱敬拜的歌曲 台子上十字架两边 还要挂上毛主席像和习主席像 把十字架拆下来 要换上国旗 这个其实都是1930年代啊 希特勒在德国纳粹时期啊 极端的这个民粹民族主义的一些前兆 也是可以说新的义和团的兴起 国际社会对这种现象呢 尤其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啊 已经很明显的开始有非常大的警惕 我是在上个礼拜二 在美国国务院呢 跟国务卿的两个高级的顾问负责国务卿的战略企划部的 然后又跟两个助理国务卿有几个小时的谈话 他们当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一个当然是在大面积的镇压新疆的 国际扶行派联盟负责外交事务的迪布拉博士呢 我们都在联合国总部呢 跟历史长古提拉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会见 也提到这些议题 那我相信呢 因为宗教自由呢 是世界人权先言第18条 以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公认的国际法的公子 中共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倒行逆施不仅仅是剥夺镇压公民实践其信仰的自由 现在要剥夺公民心灵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这个确实是只有最近的一个可比性呢 就是塔利班还有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邪恶的政权 才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如果是国际社会不紧急的采取行动 制止啊这种对宗教自由的践踏和暴虐呢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20世纪在德国发生的悲剧啊 还可能会成年 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很明显的前兆 已经在演 我也看到中国的基督徒也开始行动起来 看到全国现在已经有五六百个教会 就真实的名字 教会的领袖公开的签名 呼吁中国政府呢 停止这种野蛮的打压 保护公民的基本的宗教自由 也呼吁教会和其他的宗教团体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的向这种集权的行为呢 说不 我也希望中国这些千千万万的 有良心的公益的社会各界的人士 也都能够起来 因为今天剥夺了基督徒 天主教徒 伊斯兰教徒 藏传佛教徒 法兰功 剥夺了他们基本的良心的一个选择的基本宗教信仰的自由 明天就可能剥夺你自己 不管你任何的信仰的自由 甚至无神乱者 无神乱也是一种同目中形状的宗教 你的自由怎么进行保护呢 我觉得说只有一个群体没有基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 良心的自由 那么整个其他任何的团体呢 都不能够指望他的自由会受到保护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敏 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 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